两名带安全帽男子 来到打烊的坐营菜市场 左边黑衣男拿起球棒 往鸡肉摊招牌猛砸 黑衣男拿棍棒砸摊 右边男子则是朝摊位丢鸡蛋 两个人戴着全罩式安全帽 还戴护轴穿雨鞋 看得出是刻意变装来砸摊 我们以前是因为他那个东西都会 他在这边洗菜 然后他那个菜渣都会流过来 百分之两百怀疑是他 因为我在这边完全没有跟人 警方表示被砸的摊商报案透露 日前和其他业者因为排水问题产生纠纷 怀疑对方不满 在十一月七号八号两天 分别来砸摊以及撒民旨 还打破他的招牌损失大约五千元 而被指控的业者是知名的 网路人气睡觉店 业者延迟否认杂电 被指控的水甲电业者反控糟杂的鸡肉摊商 污赖双方各说各话宛如罗生门 但案件发生一个多月 警方却还没抓到人 让被砸的摊商很不满 他骑乘的机车车牌 不是很清晰是有点模糊 那我们也是沿路沿线 在扩大调阅中 警方表示监视器拍到两名男子骑机车犯案 但因为车牌模糊 还要载掉画面比对 强调会全力侦办 到底摊商被砸原因为何 恐怕得好好理清 记得来位佐陈小虎高雄报道